世界這麼大,為什麼我還是找不到你? 我在棵樹裡等了你很久了 你會回來的吧? 如果會的話,我們可不可以重來過? 小小時候,我媽跟我說 她說她在扭蛋機構扭我出來 在扭蛋裡的日子,整個世界都是藍色 天空是藍色,海洋都是藍色 離開了扭蛋之後,我打開眼睛 認真地看著,才知道原來這個世界只有黑色和白色 我很怕黑的,但偏偏我經常都會失眠 每一晚,我都會看著天空許願 希望有一天,我可以不再失眠 我覺得,我身體的每個部分每天都漸漸地凋謝 不過,可能生命就是這樣 每天都要和某部分的自己道別,才可以繼續生存下去 在這個世界上的第六晚,我突然覺得很熱 感覺到頭上有一股強光照著我 我抬高頭,發現到一顆很小很小的光 看著天空那麼多晚,那次是我第一次見到她 當我還在沉醉看著一顆光的時候 我電話突然響起 她問,喂?你幹嘛看著我?她問 那時候我就知道是她打給我 我已經不記得她的聲音是怎樣 只是記得…很好聽 我回答她 我說,你三間半夜照著我 很熱的喔,怎麼睡呢? 她說,自己只是自射了太陽的光 是地球唯一的天然衛星 以每小時1023米的速度圍著地球轉 難怪,在這個世界生存了六天都沒見過她 我告訴她,我其實很怕黑 她…是第一顆盤外的衛星 她沒有說話 我看著天… 發現她不見了 我很害怕 很害怕她走了 那次…是我第一次這麼怕出去的一件事 我很怕寂寞 你是第一顆聽我說話的話 她突然回答我 原來…她沒有走 我看著她…沒有說話 我不知道她是不是都在看著我 我只是…覺得很熱 你在這棵樹等我 我會再來的 她用一把很溫柔的聲音跟我說 不知道為什麼…我開始眼睡 在晚上覺得眼睡的感覺 真的很奇怪 但是我睡著了 當我醒來的時候 已經是我在這個世界的第七天 一直以為天空是黑色的我 第一次看到白色的天空 我抬頭看 發現她不見了 於是我等 我以為她會像昨晚一樣出現 但是她沒有 那天… 是我在這個世界上的最後一天 我感覺到… 我很快會在這棵樹上掉下來 我真的很害怕 我不想… 掉到地上之後… 慢慢變乾 然後被風吹走 我很害怕… 我很害怕我不會再看到她 所以… 我很努力地掙扎 用力地捉著樹枝 我想看到她 後來… 我已經沒有力 所以唯有放開手 在掉下去的那個瞬間 我第一次這樣看這個世界 原來… 我身後還有很多很多 和我一模一樣的花 和我一起掉下去 我在想… 如果… 我可以… 以每小時1023米的速度 飛起 是不是就可以去找她 如果我昨晚沒有睡著 是不是就可以知道她叫什麼名字 如果我再用力一點 如果我再堅持久一點 是不是… 就可以見到她 不是你說… 在棵樹上等的嗎 你去了哪裡啊 為什麼這個世界這麼大… 我也是找不到你的 我在棵樹上… 等了你很久了 最後… 我也是等不到她 和其他花一樣 我掉了在地上 看著白色的天 但我想… 我和她… 都不屬於這些片天空 那晚之後 我就再沒見過她 而棵樹上的花都沒有了 我每晚都會用每小時1023米的速度 去看看棵樹 每年的三月 我都會見到棵樹開了很多 我和她一模一樣的花 但我知道… 全部都不是她 在地上